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3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不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新华社 现在中共国的水灾非常严重 洪涝灾害造成了很多老百姓的伤亡 严重的伤亡 但是官媒不做报道 反倒每天在虚假宣传 今天的新华社竟然刊登了头版头条 不是这个救灾方面 反倒是什么呢? 讲不断盘登新的思想高峰 还在讲意识形态上怎么洗脑 吹捧习近平 就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出在中国特色社主义思想 和现在中国的行驶 尤其是北京、河北等地的洪涝山 强险的形式完全是不对称的 给人感觉好像他们生活在虚幻当中 无视老百姓的疾苦 你点开看看 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虚假宣传 所谓的思想高峰就是习近平的记者思潮 这些年来讲的这些直言片语 都是这些沉直不乱骨子 官话套话、打话、谎话 搞到一起 出完了很多的著作在祸害中国人民 一直现在还要祸害全世界 你看这篇文章洋洋蜿 在现在的形式下 竟然还在回忆过去 回忆建党之处 还回忆2012年10月 就习近平刚上的时候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 搞了所谓的复兴之路 这个大呼吁 还讲解陈网道的共产党选业 你看这多么离谱 真是不可思议 你看了半天才知道 下面这些人吹捧习近平在效忠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一篇文章发表了吧 以前新华社 我记得我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一套做法 做什么呢 后边全部列出写作的人 你看海报设计是随随随 编辑是随随随 统筹是随随随 等等等等 尤其是下边一篇文章也是这样 就是罗列这些马屁精 证明自己忠诚 你看我眼中的习近平 这是下一题 他的表达精彩传神 还找了个老外来吹捧习近平 找了什么老外呢 是埃及一个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 叫孟赫欣 我就讲一句 你就知道这个是虚假宣传 连常识都不懂 你看他怎么讲的 说习近平啊 他熟读中国经典 声音这个 语言耀异 对中国文学和诗歌 了解颇深 大家想一想 文学不就包括了诗歌吗 对不对 你看他的概念都没搞明白 一看就是 麻木地吹捧习近平 说他是 行家礼手 表达精彩传神 还有一个照片 就丢人 习近平是最没有文化的 他了解啥文学 他读了几本书 你想我们这一代人 我和他是一代的 我都知道 你想读书也没有 那时候能看的就是 共产党宣言 反度理论 马列主 矛盾思想的套路 最多有一个 把一切献给党 是啊 在这 佐伊亚和苏拉的故事 就这些东西吧 有的时候还能看 第三帝国的姓王 或者是 柯格伯什么东西 你就想在那个年代里 他竟然把自己说成是 非常了解 文学和诗歌 不可思议 你心里面 概念都没证明 是吧 他如果讲这是 他了解中国的文学 包括诗歌小说 散文 包括文学 好像还靠点谱 是吧 这都是虚假宣传 而且这里全都是 一个方块一个方块的 搞的花里胡哨 其实没什么内容 编辑的 非常漂亮 还加了照片 文字 看了半天才知道 这个人获得了 戏品的表彰 你看 为了体现忠诚 这后边竟然 这么一篇破文章 丢人的文章 后边竟然 罗列了这么多的 表忠诚的人 总策划 富华 吕元松 吕元松不就是 这和崔永元 应该是 是 同行 是吧 崔永元 以后有什么 讲真话 不愿出卖灵魂 所以现在就被 冷落在一边了 是吧 也没有一个好的工作 也不让他出来 金子边控 也不让他出国 你看 吕元松就升了大官了 是吧 你看 总策划 富华 吕元松 总监制 蔡平宗 策划 123456个人 监制 123 制片 1234567 统筹 1234 记者 12345 撰稿 编导 编导 编辑 123456 配音 122 包装 你看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 比较忠诚 因为你只有这样 你在这个 新华州的系统里 你才能做得稳 你才能获得提升和重用 你才能找到什么 这个物质利益 是不是啊 待遇什么 很不正常 一看就这些人都是虚假宣传 心里明明白白 咱们在这胡说八道 但是领导愿意听啊 咱能给这个事做得好 才能把这个工作保住 养家糊口 哎呀 这是丢人 我跟你讲 浪费这版面 你有这个精神 你好好写写 现在这个正在啊 水生活 真是水生活 当中挣扎的老百姓啊 今天看到这个网上的报道 那是铺天盖地啊 林林总总 全是视频 我今天看了好多 昨天晚上看了很多 看完以后心很痛啊 真的都睡不着觉 为什么 你看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 这么有钱 一天到晚 忽悠要和美国正老大 面对这个北京发生这场洪灾啊 你看领导政府在做什么 这是一百四十年来未有过的一场洪水啊 据说上次如此严重的差不多少 就是一八九一年 北京两天下了两年的雨啊 老百姓确实是 当然北京城的老百姓 因为保北京吧 泄洪泄到下游去了 卓州的老百姓很苦啊 或许就是一个天弄 卓州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一个出版的基地 出版社那些什么东西都在那边 幽默啊什么纸张啊啊印刷啊什么的 厂房住在那里边 也就是那个地方出版的 习近平这些邪教思想是最多的是吧 那边 烟得最厉害啊 你看这老百姓在水里多可怜是吧 官方报道死了十一个人 但是你看那些微信里边那个截图 老百姓互相之间讲的故事 就一个地方 他说是死了就是一二百人 就那么一个人呢 当时发了一个啊 说还有小孩 yes 没来没来急跑 那个汽车在水里就像那小船一样 都冲烂了 你说的 人都站在这水里求救 也找不到找不到北 没看到有解军他们的 但是你看新华社今天吹蓬 吹蓬的文章啊 精心挑选了几个 等会给大家讲一讲啊 那么最严重就像这个 大家都知道了 门头沟啊 这就是卓州啊 这地方啊 非常严重 还有河北其他地方 你想连这个故宫都厌了 六百年这第一次 他还不觉醒 还在这吹蓬 还挺高兴的 这就是什么 就是末代的昏君啊 即将走向灭亡 他在唱蹦啊 还让新华社吹蓬他的所谓什么呢 精彩船神 精彩船什么神 是吧 给国家治理到这个程度了 现在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都市内没完 卡农又来了 卡农也是直奔 这个中共国啊 所以下一步这个水在降 非常严重 老百姓啊 只能自救啊 你看他是还在自我吹蓬 什么第三题是学习原生论坚持一国两个推进 主国统一 还在讲主国统一 你台湾老百姓看了什么心情啊 是不是啊 看看中国国这个目前这个这个整个的救灾的形势 英纪管理部 英纪管理部 说有的救援队进去以后还不让进村 说为什么得拿到英纪管理部的批尔允许才能进去 真是不可思议啊 看了真是使人愤怒啊 今天这个万今天这个法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水灾啊 他是这样讲中国华北近日遭受强降雨 啊 和洪灾的袭击啊 启动了七处点 这个 旭洪区啊 这个上百万人转移啊 其中卓州据报 泄洪以后呢 水高八九米 因为他为了救北京保北京 不管老百姓 他把水给泄下来了 那不是雪降加霜吗 原本就是洪水啊 有降雨量就很大 你在泄洪正式老百姓就完蛋了 是吧 许多居民需要救援呢 根本没有人通知 但地方当局表示因通道受捕 已停止接受来自其他地方的新救援队 这是法广报的啊 他说据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的推特啊 视频介绍 8月3号 网友发布 河北 卓州泄洪湖的现状 水深八九米啊 最深是十二米 你想想 洪水已经接近高速公路上方的紫色牌啊 有个人抱着那个路 路牌的的挣扎啊 就是据路透社引述中国官方报道 当地政府应急管理官员已经停止接受来自其他地方的新救援队 比如是什么呢 通道受阻和缺乏统统协调增加了安全隐患 就不救了 那就老百姓就自己管自己了 你想政府根本没有了 他整天催的 你说催的有什么 习近平刚才那个精彩拿去了 是不是啊 这整天没有用的啊 老百姓看了很生气 是国家媒体称 中国各地的救援人员一直在申请 协助卓州啊 抗洪救灾工作 但其中一些人少没获得当地万员的邀请 甚至有个地方说 那要盖个章才能进来 就去盖章 这个章 公章还被困在办公室去 还去扫那个章 你说这是什么 这个这个机制 领导机制 这正是他们进入当地开展行动的先决条件 发光讲啊 他说外国 据中国官民新闻周刊8月2号报道 外地救援队需要当地开邀请函 但郑政府的公章被谁冲走了 找不到 据澎湃新闻8月3号报道 河北省委书聂岳峰 8月12号 8月1号到2号 在宝定和雄岸心去检查时 表示有序启动卸洪区 坚冲做好首都的护城河 但是他做到 我根本也没做到 是不是啊 这都是虚假的这个宣传 这说明什么 现在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 已经是不作为啊 我估计有的政府官员 首先是通知自己的家人 糟糟就跑了是吧 这还没打仗了 那打起仗来 再来战争来 你会看看这个是个什么形式啊 说老百姓啊 只有自己帮自己啊 我看到现场有一些老百姓自己搞的这个呃 船的啊 小小小小铁的啊 去救这个老百姓 自己救自己 这个很好啊 到这时候 你再患难见真情 你再看出 还是身边的朋友们啊 有什么事联系 关键 但是这种救助的解决不了大问题啊 这时候你看不到解放军 也看不到什么武警啊 这些人都到哪里去 不知道这个其中的兵力都开始对付台湾 准备武统台湾啊 这很多正常 你看这还在讲一国两制呢 今天新华社拿手很大的篇幅 讲的什么 学习原声 聆听金句 聆听习近平的话就变得金 都变得金句了 金块子啊 推进一国两制 祖国统一 你还在想祖国统一呢 你就好好如北京这个洪在旧 治理之人 对不对 因为中国古代就是这样 要想当着皇帝啊 你必须会治水 对不对啊 因为中国就两条河嘛 长江黄河啊 你看那个大禹治水是吧 大禹治水就比他爸聪明啊 他爸爸是滚 滚是这个累霸的方式啊 就是风土 儿子就是疏导 西平他不会疏导 西平就这样 什么事就这样啊 奔得很 而且特别的狂妄 又什么又自私 你看也不到第一线去 不光他不去 那李强都不去 都赶不上人家温家宝 那个万分之一的勇敢 实在是可悲啊 最大的官去看望老百姓的 就是张国庆 刘德圈就走了 也没看他在抗洪第一线上 是不是啊 我估计中国的老百姓很生气 你再看下一期 蔡奇去看望什么呢 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还发了大照片 就行吧 他们这些政府啊 特别的狂妄 不在乎民怨沸腾 现在老百姓可恨了 但是他现在 哎 可不理 他竟然今天发了个铺片文字 讲到什么呢 在北戴河休假的老专家们 他去看他 这就证明什么呢 这些有头有脑的说 有脸的领导干部 加上这些所谓的专家 他们就聚集在北戴河 正在度假 无视老百姓的苦难啊 你看这篇文章讲 受习近平的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 书记菜鸟3号 就飞到了北戴河 看望熟悉休假的专家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他们质疑问候 却没有人问候这些老百姓 苦苦挣扎的老百姓 你看有一个大哥在水里哭喊的 眼泪都流出来了 小孩没人救我 说你们赶快来救我 是不是啊 你看他听不到老百姓的声音 那么这篇文章讲 还有中央政局委员 组织副部长李干杰 国委陈一琴 政协副主席江信志 都来看望所谓的暑期休假的专家 也就是北戴河又好炒成团 炒成一团啊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是亲俄还是亲美 我估计可以研究这些事情 习近平也好意思的是吧 我估计这次可能遭到 结果原老人的围攻啊 围攻也没有用 他手里也掌握军权 他脸皮厚 是吧 他只有这样的顶到底了啊 中国未来的前景 只是令人堪忧啊 你看下一题 务实管用 经济建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昨天晚上有个网友 从沈阳给我发了一个 从重庆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啊 讲到这个沈阳是 说万人万民领导干部到企业去干嘛 帮助民营企业发展 你说你你这个当官的到企业去发展 你不如是出台一些政策 要有法制 比如说依法治国 应该是 司法独立 来保护民营企业家利益 对吧 私有财产 比什么多好 这就是大呼吁 上面一句话 下面开始作秀 到了企业要吃喝 拿卡药 是不是吧 这都是 你看都是虚假宣传 啊 今天的虚假宣传也来了 说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要这么办 怎么办呢 说是发了一个文本 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 近期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 围绕五个方面28条 又开始搞大呼吁 但是不要忘了 到现在也没给这个 重庆的640黑社会当中 受冤屈的企业家平凡 对不对 两三千亿的财产 让这个私人财产 让这个公公监法司的作案中抢光了 薄熙来也坐牢了 为王立军的判刑 孙政策后也判刑 也没解决在监狱坐牢的彭志明的案件 是吧 这个李修武的案件 这个都都没解决啊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 还有这个 你想还有河北孙大武的民营企业家的怨家错案 这一看就是欺骗啊 但是现在经济形势太糟了 没办法 他们又开始抓着民营企业 又开始稳定哄他们 这是今天一题 你看后面 这都是虚假宣传的 讲什么呢 上半年我国服务业进出国贸易 反倒增长了 根本就没增长 经济搞得一塌糊 外方都外商都撤资了 我们就想改革开放大门都关上了 他在讲什么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口总额同比增长8.5% 你相信这个数字吗 这都是有水分的数字 你看在下一题就录了底盘了 又开始讲什么呢 财政部本部门最新发布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设计这些群体 你就看这个就知道了 又开始降税免费 也就是企业现在经济太困难了 连费 税都交不起了 所以又开始出台的一些文本 这里包括什么呢 什么就业登记 实业的登记证的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 自办个体工商户的当日期 在三年内 按每顾每年2万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长 等我去讲了 这非常细致 总之吧 企业非常困难 困难到了一种什么捉紧建筑的程度 他要搞得好 那么税后不交 平常人们经常讲 慢慢好不再税 就证明经济并不好 反正每天在这吹嘘 现在还在秀什么 秀大运会 成都大运会 美轮美欢 你还搞得多么精彩 你打开以后都给你吓一跳 因为现在网络视频编辑有些高手 编得非常漂亮 还在显示大运会 选择中国队取得的成绩 等等 其实都是虚假宣传 自我吹嘘 后面是 航艇科技 风云三号零六星 F星成功发射 更精准捕捉 等等 这都是什么像美国等国际社会炫耀他的航铁科技的能力 也包括什么加了核振手 要打起仗来 你就发射核武器了 对不对 你看今天这个风光网发表一期 讲到习近平的军队建设 习近平现在就老老地抓住什么部队 把部队降累都换成自己的人了 不仅是火箭军大都是换了人了 这个王骑兵是吧 到了这个士兵 据说还要改革部队的体制 这个海军会空军管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他是准备打台湾了 因为打台湾第一轮不就是空中空炸吗 一定是这样的 想把这个台湾这个重要的军事设施给他炸掉 然后才能渡海 对不对 我估计他是想这样设计的 那么你再看今天凤凰网网发表一篇 讲到中将旅行 东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已经由他担任 换了人了 谁呢 东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已经由吴俊宝担任 你看 这边门人很长 等他下一题 别俩详细讲一讲 就证明习近平脑袋里想的每个人就是打台湾 不顾中国老百姓的死活 今天凤凰网发了非常传维的一篇文章 那么今天这个国内的报道方面 美国资金报道的一题讲到 中共国现在是什么呢 动员整个社会抓特务 说国安部敦促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 儿子揭发老子将卷土重来 就是王大革命这一套大陆的特务 稍有稍微有点什么互相有点矛盾 有别个故事举报 特务 啊 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样吧 搞得人心惶惶啊 他讲到中国国家全部近日注册了微信公众号 并发文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 分析人士说呢 中国这种让儿子揭发老子的做法 都恢复到文革时代了 我对这个既有心呢 我们邻居都有啊 好在那时候我们家也行 因为我们属于 我爸爸抗免朝战士嘛 所以他家罪名抓不上 我们家穷得不得了 就贫下纵笼 那时候不得比较吃香吧 但是昨天又是有的就被打成特务 那个场面很惨啊 你要给打成特务间谍啊 就整天要批斗你 要改造啊 当时我都我对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厌恶啊 每当想到这个就感到心痛啊 现在又回到文化大革命连年代了啊 这造成了对老百姓生活造成恐慌 目的是让中共可以从中加强社会控制 稳定政权 他只有这样才能安全 培养民间仇拜意识 制造种族敌对情绪 这跟共产党当局所提倡的和谐社会 完全背得耳吃啊 这和胡温那个时代背得耳吃 不是当下 当下习近平讲的是建议斗争 这里讲到了国家安全部啊 成立40年 在7月31日推出微信公众号 这第一次叫国家安全部 8月1号 该账号刊出首篇文章 反间谍需要全社会斗争 开始抓了 表示当前的反间谍斗争 严峻复杂 安全机构必须这个执行记录 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 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 这方面内容等到下一场详细介绍啊 以后中共国肯定是这样讲的 人民群众这样子非常难受啊 那么今天在党内军队方面的建设 刚才讲了一点啊 就是外围网发表的篇文章 北京要爆发大雷 习近平的讲话不寻常 他讲了什么呢 8月1号 中共中央军委印发了 关于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意见 要求全军推进习近习近平的三不辅 叫什么呢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就完全是彻乎的话 你要这么形容的话 能够排比就是整个一万个都不能完 对不对 这都是虚假宣传 这个腐败就是政治制度造成 一党制政造成 一人独裁优胜 对吧 他经常搞这套名堂 但是这个预示着什么呢 这个预示着军队当中 开始搞运动 要抓人 你看那个 我看昨天姚诚的文章 姚诚的视频呢 其中他也讲到 讲到类似问题 就是部队里换 为什么这个 火箭军换了人 那就是因为 习近平要找两个可靠的人 要对火箭军进行第一波的大整数 就开始了 要抓很多人了 才能有这个举动 不过今天早上有个消息讲 有个自媒体报道 说青钢这个事已经基本上清楚了 就是一个党内警告处 说别的保留的国务委员 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就是和小田上床追溯孩子的事 没有别的事 也不知道真还是假 等到下一场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那么回到这个新华社 还没完 这是要文解说 我给大家做要文解说 新闻综书 下一题是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滑螂 这都是大好行的宣传 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次我在一开始就讲到 这次这个这个救援任务 今天新华社放到不起眼的位置上 你看放到才出现 专题 知己华北暴雨灾害救援 河北94个这个 讲到河北94个地方受灾情况 这里呢用了一些图片文字 你看这图片文字 那政府对老百姓太好了 到处都是救人 其实不是哈 根本这一次的救援跟不上 但是它的虚假宣传呢 你这个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只能看人家到新华社 你看这大照片 8月2号在北京房山区的京奥高速公路口 受灾群众有序的登上了这个转运车辆 哎呀这是后着脸皮宣传 你看这大量的视频根本没人管 对不对 他竟然整了一张照片虚假的 一看就是白拍的 看了以后是你生气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 如果这是一个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 记者可以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报道 那当然就行了 现在不行 肯定上京都审查是吧 正能量 只能讲解放军好什么 武警好政府救援干部带头 党员冲的第一线都是这套 隐瞒真相 实际上这一次的死亡数字 这么讲吧 本人认为最起码还在几千人 他可能隐藏下来了 因为很多人你想 你没做准备 上面一泄洪 原本就下雨 再一泄洪 有些车子 你根本逃的时候来不及 再加上有些人不熟的这个车 还想把这个车开出来 这一犹豫 就冲到里边 冲到里边水没了以后 你就出不来了 你就别死在里边 窒息了 等到你发现 那就是开始隐瞒真相 不能报道 统一要用新华社的电稿 我们那时候就是 你发生什么灾害了以后 上级下领导就告诉 你们不能乱写 所有的文章都要等新华社通稿 你只能比如大连日报 你只能去新华社报道怎么走 你不能讲大连日报 让记者自己去讲 你亲眼看见的人死 你不能报道 你得按照新华社电稿 所以这就是一种欺骗 这种欺骗 今天是充斥了新华社的版面 你看 我是没看到 网上发的视频 没有解放军 今天你看 新华社就有 讲解放军 怎么救着老百姓 还有照片 这就证明什么 这个掩盖真相 不过他也承认了这一次 这个洪灾非常严重 这就加剧了这一次的社会矛盾 然后在药文聚销里面 我们来看 再讲到检查机关五年来 来督促收回国有资产 290亿元 这就是什么 国 国退 国际民退 对不对 通过这个 法制的手段 开始搞钱 因为现在 这个企业经营不景气 讲到什么呢 全国检查机关 近几年来积极发挥公益 诉讼检查职能 在国有资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等领域加大办案力度 成效明显 据统计 18年到23年 立案 国有资产保护领域案件 55270件 你看他这个统治的基础 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 因为公有制很简单 上级领导 派给人到下级去认知就行 是吧 这就造成什么 这个国有的资产呢 所有权和金融权分离 简单讲就是 这个企业不是他家的 他都收了算 但肯定他受回 这一看就是 整个的行驶 走向了计划经济了 将来这个民营企业 你变成的忽悠 他稳定你一段 将来还是要抢你的财产 一样的哈 就共产党的本质就在这里 你看下一题讲 国信办就个人信息保护 合规审计管理办法 公开意见 公开政绩意见 这都是大负用 在中国你想拿 你个人有什么 这个 这个 私人信息 他不能 政府不能这个 要求你做 是吧 政府的权力 那是绝对强大的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都不都到你家来了 你要到你家 能处理做维稳 不让你出门 你要批评了习近平 那天天对你维稳 你哪有个人信息保护 对不对 这都是欺骗 所以红十字会 一转移北京受灾群众才700人 还好意思写到这个网络了 你看见没有 这是今天就两题报道这个防训的救灾 他竟然讲红十字救援转移了北京受灾群众近700人 我今天看到网上一个消息 卓州有13万人困在水里边 到现在 你看今天大决 新唐人网络视频 还有台湾电视台的报道 和这完全不一样 后面那些我不多讲了 都是一种虚假的宣传 为了打仗 为了解放台湾 所谓的武统台湾 树立一个典型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叶升学 26年砥砺攻击 一般他不树立活着的人 他就是准备打仗了 树立典型了 那共产党不讲吗 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是不是啊 这表明习近平一看 国内的行事严峻的 社会矛盾尖 军队内党内人都反对他 他看怎么办 之后转移矛盾 武统台湾 这是他唯一的办法 经济行事越糟糕 天灾人会越多 西门越可能打台湾 我要告诉你们 所以内斗非常激烈方面 今天也有 你看原铁路总公司党组成员 总经理盛光祖开庭审礼 盛光祖都有名人 胡文时代最重用的 这个铁道系统的能人 现在判刑了 同时在要在这个新华 在这个中纪里的网站里 也开始抓对立派 也就在这个李克强的老巢 艾惠又抓了一个国企的大老板 这一看都是为了建制这个就是李克强 他主要的主攻方向还在李克强 拉一拉这个其他派系的人 像江派的 是吧 昨天也讲到了那个段美红出来的 那就证明他现在对温家宝开始的誓言 今天抓了一个是安徽淮海实业集团原董事长刘杰被开除当机 还有这个黑龙江省粮食物资储密局当组书记局长也被抓了等等等等 其他内容等到第二场和大家一起继续的分享 谢谢再见